送进鱼桶啊 送进鱼桶啊 送进鱼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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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咱们昨天内容啊 昨天介绍了一下这个 我们要想让这个路由条目 要想让它去穿过中间这个BTP的 环境的时候 有点难解问题 对吧 来来来 开起来再说 首先我们配置是做完的 配置做完以后呢 那么得了几个结论 一个是 像这样一张图 像这样一张图 咱们在这个传递自己路由的时候呢 有一些个特点 你比方说 如果咱们在R1这边EBTP 对吧 我们讲今儿EBTP 这部分呢 咱们如果是R2跟R4之间 建IBTP的话呢 会有些麻烦 对吧 因为你R1传到R2的 把路由条目传到R2的 R2呢 通过这个IBTP的这个BTP的这个 这个数据包给它送到R4上 R4从R5上 将来会有个什么问题 将来路由条目 如果你从你比方说 你把这个1.1.1.0跟R4 给它发到R5上 对吧 那么R5上1.0跟R4呢 直到R4 R4的1.1.0跟R4 它的下一条是谁啊 10.10.2.2 是R2的路由来 因为你们两个之间建IBTP 但是呢 在R4上 这个路由条目会递规 对吧 10.10.2.2 R4是直到R3的 最终我才把数据包扔到谁 扔到R3 对吧 那R3是什么情况 R3发现 我没有BTP啊 对吧 那我既没有1.1.1.0 也没有5.5.5 所以所有路由条目 两边路由条目都没有 那这个呢 数据回动 对吧 结果你数据丢这 结果呢 这个网络不通 那我们那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咱们讲过 对吧 在一个比较早的环境里面 咱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 是放弃这样的 这个 是这样建邻居 没错 对吧 那么然后怎么办呢 在R2这边 做一件事 把BTP 在这里 EBTP 小道路由条目 灌进 这个IGP 对吧 那广告的路由协议灌进来 那么灌进IGP干什么呢 让R3这有OE 让R4这有OE 对吧 这样的话 R2没有OE RB路由 关键来关键到这边呢 路由条目到这边 对吧 那么R4上 如果下一次你在访问的时候 R4可以到R3去访问 对吧 这是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呢 被咱们叫做 重分布BTP进IGP 对吧 那么这个方案呢 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那如果你要是万一忘了重分布 那比方说我没有重分布 那结果呢 路由条目也强了出来 这样是不是看起来不太好 因为实际上这里有个黑洞 对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在很早期的BGP里面 这就是一个概念 叫什么呢 叫Sign Econization 叫同步 什么是同步呢 你重分布进去 相当于在全网的 在你整个S内部 每一个路由器上都应该有IGP的 关于这条1.1.1.0的R4的流程 对吧 比方说你R4上必须要有什么 必须要有OE 如果你没有O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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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你光从这收到一条BGP的 IBGP的 1.1.0 这个条目不同步 不同步呢 不优 不优什么概念呢 不优他不传R5 换句话说 R4这个设备 担当起一个角色 检查员 如果我判断 我在我AS内部 常不没有黑洞 我就把这个OE 常不给我的EBGP邻居 如果我感觉不到 或者说 我拿不准 我不知道网络里面有没有黑洞 这时候都常不 对吧 这个动作叫同步 这个被咱们叫做IBGP的同步检查 这个同步检查的目的 就是为了做的事 你能够从分布进来 只要你能够把BGP灌进IGP 只要你灌进IGP 那就好办 因为整个AS里面 跑同样的IGP 比方说跑 只要你灌进来 每个游戏肯定都有IFO 我不操心 你有没有BGP路由 只要你有IFO路由 那我全网 在我整个AS内部 肯定是可达的 那我AS可达度来说 我就可以通告出去 所以这个叫同步检查 这是咱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早期的方案都是这么做的 开启同步检查 万一你没做同步 我就不查出去 你检查成功 我就发出去 对吧 这个叫同步 这个同步的概念 比较的是 路由表当中 有没有1.1.1.0-24 这一条路由条目 在哪呢 在IGP里面 那记住啊 它不是BGP表 有啊 BGP没有用 它拿的是 收到一条B路由 它按照这个B路由的 路由形状路由野码 去找一下路由表 看路由办了 有没有这个条目 有条目就叫同步 没条目就有IFO 它检查方式很简单 整个AS里不是跑IGP IGP只要有条目 你就必须要 就说明我这条是成功的 如果没条目就得了 这个是同步概念 对吧 我们还讲了一个问题 这个方法好不好呢 这个方法有严重的缺陷 因为BGP 咱们发明出来的目的 是为了容纳 巨量路由条目 什么是巨量路由条目 就是这个条目 可能会到达30万条 到60万条 这么多 对吧 现在很经常 你一个公司 如果真的是接到外网 你如果是接 因为公网路由器的话 这个数字就是这么大 经常会接到这么多路由 那你有没有可能说 我在这个路由器上 把60万条 BGP给它灌进 OSPF 让它长过来 这做梦你也不会想到 对吧 如果你OSPF 能够容纳60万条 路由条目 那我还跑什么 其他协议 我就跑OSPF 我就行 我为什么还 跑个BGP 搞这麻烦 对吧 所以实际上 重复这个协议 是不靠谱的 一般情况 或者说 咱们真正解决问题 其实不是这个办法来解决 这个是我们昨天 最终提到的一个结果 那么你会发现 现在咱们所有路由器 默认都是 就是不做 这个同步检查 对吧 你要开同步检查 才能开 现在不做 OK 那么实际上 它是 同步检查实际上 是一个比较 老的功能 当然 这功能 还有两个小的问题 要解决 我们昨天没有提 我们今天来讲的 两个问题 就是 同步检查 它的基本原则 就是什么 这个路由表 你看 这个路由在你手上 一定要路由表中 有对应的 IGP条 比方说 OE2 1.1.1.1 对吧 这个呢 被咱们叫同步同工 需要IETBGP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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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这个条目叫同步同工 叫3.1.1.2 那么这个同步呢 有点不想讨厌的地方 我们来做一下 你就可以发现 你比方说 咱们在R2上 我在R2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在R2上的 这个 BGP路由和OSPF的 这个两个路由协议 BGP我写的 RotaID是2.2.2 对吧 OSP我写的RotaID也是2.2 我只要改动其中一个 你看 RotaOSOE RotaID 改成22.2.2 然后我清一下 IT OSO 你看我这动作 我把R2上面 这个OSPF的RotaID 改成22.2.2.2 BGP呢 我没动 还是2.2.2 那么这个条目传到R4 我把R4清空一点 ClearIPBGP信号 是清掉R4的所有的BGP邻居 然后他们重启 你看谢谢 如果这样 你会发现一件事 这个条目呢 现在这个状态 等会你看 这个状态是什么 ClearIPBGP1.1.1.0-24 你看 它叫未通过 但是你去Clear路由表呢 我条目在不在呢 在 就是 我刚才说比较原则不就是 你看你的IGP有没有 IGP有 就要通过成功 对吧 但是你看现在 它显然是不认为自己通过成功 对吧 BG就要NOTE3 什么原因呢 BGP这协议写的比较早 找到什么程度 找到它 这个规定 有一些规定是比较奇葩的程度 这就是个很奇葩的规定 它要求什么呢 它要求你收到一条 如果这个IGP路由条目 协议是OSPF的话 它要求你拿到这条 OSPF的database External 1.1.1.0 你拿到这个 外部路由 OSP外部路由的RTID 和你BGP的RTID 可你BGP的材质要保持一致 如果这个和这个不一致 不好意思 不掉同步成功 没有任何理由 它实际上 你要说没任何理由也不对 担心什么呢 它担心你重分布进来这个路由器 和它收到BGP的那个 BGP邻居不是同一台设备 你像你重复进来 是不是有个OSP 然后你 IBGP也有个邻居 它担心你IBGP邻居这台设备 和你这个重复不进来 这台设备不是同一台设备 它发现今天可能还是有这个 它做了个非常傻的规定 就是OSPF的 这条OE吧 OE的话 你的这个ADV肯定是ASBR 对吧 你是ASBR的话 那你是ASBR的通告的 就通告这条路由条目的 OSPF这条路由条目的 这个ID 必须要等于你BGP的 邻居的 如果不相等 这条目 叫做NOT3 叫不同 这个协议 就这样我们的交 你看 你把rootBGP 我们把rootBGP234 你看 我把它BGP改成 改成22.2 它比较往前两个一样 不一样 没戏 你看现在 你看我现在都改成22 对吧 然后OSPF这个呢 OSPF的base 13到22.2 2.2.0 还不是22 1.1.1.0 这两个现在一样了吗 是吧 等一会 你看 通过 是吧 这是同步的一个特例 如果你的IGP来自于OSPF 那么将来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 更可能 如果我在R4这边呢 把OSPF的管理距离给它调高一点 你比方说 我在整个这个OSPF转里面 我直接去调Distance 调哪个Distance呢 调OSPF默认的 调默认的 external 调到201 就是我把OE路由的管理距离 因为OE路由管理距离默认不是110 对吧 我把调到201 你看我有什么效 CYPV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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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条路的条目 OE2路的条目 咱们让它在这个 路由标里面显示的管理距离 压连反对 然后你再去看VGP 你看 没有优化标记吧 CYPVGP1.1.1.0-24 你看 又不同步了吗 对吧 意味着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 R4 吃到一个 IGP路由 这条路由 在我的路由环里的管理距离 如果大于200的话 那么 BGP路由条目不优化 这个又是什么原则呢 大家可以知道我们OSPF BGP其实有两个 不同的管理距离 B管理距离就要一起传统 外部路由 就是EBGP 不是外部路由吧 EBGP收进来管理距离是220 那么IBGP收进来管理距离做啥呢 200 就是说在R4上 如果我R4收的是IBGP 那么出现在路由标里面 管理距离是200 大家记好这个值啊 这个Local咱们回头再讲 Local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值 前面这两个咱们要分析 英导到200是干嘛的呢 大家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我R4上现在在做同步检查 那么收进来的OSPF呢 管理距离将来是 OE管理距离将来是201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R4上从R这边收到一条B路由 B路由的管理距离呢 B路由是1.1.1.0-20 他先检查 发现什么呢 哎 有板中有 那我这条目是不是要优化 有条目就 板中有了 有条目就要优化了 那么问题在于这个 优化的BGP路由 会干两件事 一件事情是传给他的 EBGP邻居 或者是不违反水平分割情况下 传给IBGP邻居 实际上还是不能传了 对吧 OK 这第一题传给邻居 第二个叫什么 提交路由表 意思就是如果这条目优化 R4会把它提交到路由表去 作为路由表条目的一部分 但是你要知道 IBGP的管理距离是200 如果OE管理距离是201的话 这条B路由一旦提交路由表 是不是把这个SO就充断了 意思就是说 你的路由表中现在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B路由1.1.1.0-20 好 那么这条B路由在你路由表里面 你是不是OE条目就看不见了 那我问你这个事情 那你二次这个同步检查 每隔60秒做一次 到下一个60秒 他还能不能看见路由表中有条目 路由表中没条过了吧 结果B路由那不对啊 那怎么办 同步检查失败吧 失败怎么办 不优 不优怎么办呢 所以我把它从路由表里面确定 对吧 他不是败死了 就不能提交路由表了吗 那路由表中这个OE201 是不是又出现了 对吧 有一些IOS比较弃乱 你会发现他 你看 在吧 B路由在吧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他学的同步检查成功啊 对吧 那我应该把你的OE顶掉 毛病 但是BGP表呢 你看 他没同步吧 因为什么 你这一顶掉 你怎么检查 你咋样肯定失败了 对吧 感觉什么呢 一会儿就感觉OE 一会儿就变成B路由 这翻动吧 这不正全 这种情况 BGP表 非常翻动性平反 对吧 实际上有一些版本的IOS是不动的 有一些版本的IOS 确定就是永远不提交 不通过 不会出现这种反复翻动情况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也证明了一点 是不是你要确保 在做同步检查的时候 你的这个IgP的管理距离啊 要小于200 对不对 你大于200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IeBGP比你这个IgP还要优啊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翻动的问题 对吧 所以事实上咱们实际上有两个 同步实际上有两个限制 一个是 如果你路由条目来自于OSPF 它要保证这个OSPF这条LSA的发布者的 OSPFID要等于什么呢 要等于他BGP的 等于他BGP邻居的OSPID啊 BGP邻居的OSPID 这两个相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管理距离啊 所有IgP学道路由条目管理距离要小于 等于200都不可以 那200的话你就会就麻烦负载就更糟糕 对吧 这不可能啊 所以IgP的AD值要行 这两条是同步检查的两个特例 这个呢 之所以不需要大家多计是因为实际上咱们现在根本就不会这么做 对吧 我们讲过这个这个实际上实现不了 啊 你真的去把BGP往OSPF重温度这个情况太危险 实际上咱们做鬼 OSPF也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路由条目 所以实际上咱们不去做 那咱们现在的选择办法就只有 不卖去吧 对不对 你这样 这就可以了吗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你刚才R3是不是黑洞啊 R3黑洞现在无所谓啊 因为你R2传R4 R2也传R3 对吧 所以你R3有路由 这样的话你全往那头 那你说这个切掉 这切掉不行 咱们介绍过 对吧 IbGP 水平分割 IbG水平分割会导致 从R2这收到IbGP路由 R3不传R4 对吧 R4这边收到IbG路由 R3 R3不传 对吧 这是水平分割 从一个IbGP流去学的 R1条目 不传另一个 R1条目 中间是分割开 不能传 R1条目过不了 所以 最终咱们解决办法叫 封脉血 封脉血可是大坑啊 封脉血是巨坑 因为我只有三台设备 你做封脉血 没事 我中间有十台设备呢 你就是10乘9 乘除了 45个BGP邻居 每台设备上 整个这个区域里面有10台设备 有45个BGP邻居 你收了 对不对 根本没法去做 啊 OK 那咱们来介绍我们现在的方案 我们什么思路呢 其实在介绍咱们正正28点的思路之前 咱们其实还有一条思路可以做 大家还记得我们这样啊 我们先把它删掉 我们先把R2和R4之间的重分部给它去掉 重分部是个不可取的 实际上是不可取的 nodeal redistribute bgp 234 而设计面也是 ruter ospf1 nodeal redistribute bgp 这要删掉了不能用了 所以同步检查咱们实际上是默认什么情况 你ruter bgp23当中啊 实际上默认是node 你不敲这个bgp就在里 大部分的版本都这样 有一些 很老很老的版本 它可能还是默认开启 现在新版本全是能彩分的 根本不做这个同步检查 换句话说就算有黑洞 R4把路由条文也传给了我 对吧因为实际上咱们不用做的这种方式 这方式太坑了 没法去用 那咱们考虑我这个方法行不行 我呢把bgp的邻居啊 给它去掉 我nodeal neighbor 10点10点 我想想啊 对 我nodeal bgp0b在10点10点4点4 r4这边呢 nodeal neighbor 10点10点 我在r2和r4之间啊 我开另外一个接口 internface tunnel0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这个默认的tunnel0接口 它的这个tunnel mode叫做 gre吧 叫greip 对吧 单点的greip 那么这种mode有一个特点 我将来可以穿越我中间的这个网络呢 然后呢 来那个跨路由器 跨路由器啊 跨路由器这个网站 来形成一个直连网站 OK 我这么做 你看啊 我写个地址 我写个1.1.2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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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我写一个tunnel source 10.10.2.2 写一个tunnel destination 10.10.4.4 意思就是说我r2上加了有一个tunnel接口 它地址是1.24.2 但是呢 tunnel源 tunnel目的呢 是我r 卢拜卡的出感 r4呢反过来 应该被看到0 1.1.2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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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tunnel source呢 是10.4.4 tunnel目的呢 是10.4.2 那就是你看这个结果 我在r2和r4之间啊 我建一个假装的 10.0元结果 看起来好像同一网站 你去访问他走的是什么 走的是 gre的 单拨 对吧 这个地址 OK 这个方法好 为什么呢 你看 如果这个时候我开始建bgt234 我完全可以这么建 对吧 我neighbor 1.1.24.4 remoteas234 啊 这个 然后r4这边呢 Uter bgt234 neighbor1.1.24.2 remoteas 我在tunnel接口之间 建bgt234 也可以吧 因为你单拨地址可达的 对吧 你看看他们这包 啊 呃 我这个 然后抓这个包你看啊 就是我用这两个接口的 地址啊 来建明具 2.2.2起了吧 也要是起了对吧 所以你看下我r4的 表 去我iputer 我等一下吧 还没来了 去我ip btp 甩消一句话 这个什么原因呢 这个什么原因呢 这个5.5.0在r上 条纷是45.5 我在r4上 少什么话 这个bgp234 neighbor1.1.2 4.0 neighbor self 对吧 扫这话什么用啊 扫这话你 因为你r4从这里学路由 学完以后呢 下一条在这儿 对吧 然后你r4传给r的时候呢 Ibgp嘛 下一条不改 现在不改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 到r这下一条是45.5 r下一条不可达 对吧 所以条目不优 下一条 r这当然也要加一条 1.2.4 neth of self 他下一条 从ebgp路由传给Ibgp 下一条改 OK 这是你的看结果 优化条目吧 传给r1吧 对不对 1.1.1.0 5.5.5.5 这边r5呢 对吧 OK 那我r3这有没有路由啊 没路由吧 对吧 那我现在通不通啊 我现在r5到r1通不通 拼 1.1.1.1 到所在 通吧 哎呀 这这这这个没有人通了 对吧 要理解 中间 中间穿过r3的时候 他的路由条目在r4上的下一跳就行了 这非常重要啊 你想你说一条目 下一条是24.2吧 24.2走什么口 走tunnel口 走tunnel口的数据是什么 全部是gri封装的 一个图 gri封装的原原ip地址那是10.2 物地址是10.4 或者原地址是10.4 对吧 你看 你刷新一下 咱们看 咱们的拼包怎么拼在 5.5.5 1.1 你怎么拼过这样 你不是真的这么拼出去的吧 你拼出去在这 对吧 实际上前面有什么gri 对吧 gri下面是什么 tunnel source tunnel的pins 你通过这个地址来访问 最终相对于什么 相对于这样啊 你的包到24 我有一个数据包 原ip地址是5.5 目的ip1.1 里面是ismp 到达24 24来找1.1的 这个地址在哪 他发1.1在哪 在tunnel接口上 那怎么办 当他接口发出去的时候 他实际上发的是 5.5 1.1 ismp 前面是不是有一个gri头 对不对 gri头外面是什么 是原ip10.4 目的ip10.2 这个包r4到r3 r3 目的ip10.2 到达r 10.2到了 对吧r一拆包 发现里面gri 再一拆 去 1.1的 送到 今天是不是跨过了r3 对吧 这个办法被咱们叫做 封装 或者被咱们叫 这办法也行 对吧 你在这两个 这个人打个tunnel 然后呢 让他跨过中间这个没有bgp的游戏 因为我的bgp邻居不是建在luback接口中 我的bgp邻居建在tunnel接口 所有进tunnel数据都会被打成一个 10.2.2去10.4 或者是10.4去10.2的 这样你会全管 对吧 中间你条目再多我也不管啊 你多少我都不管 反正你回去 对吧 这个办法被咱们的tunnel 你看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 好 这个办法 咱们也不用 啊什么原因呢 原因也是一个一个问题 一般设计到bgp流量都不会特别小啊 流量都比较大 那么如果你使用封装方式来发数据的话 对于这个设备和这个设备来说 其实要求非常高啊 通常情况下一个路由器转发数据怎么办啊 尽管cpu都不过了啊 根本就看不到你r的这个cpu这层面上 他有一个专门的硬件转发模块 在这个模块里直接就把数据发作了 他转发模块里面有一个资料库叫FID 咱们回头讲句话也在详细讲 啊就是说他有个很详细的模块 这个模块上来干什么呢 硬件插表直接转发 啊他根本就不会去度用你的cpu 但是如果你这个数据包过来 一个ip包还不够 他还要重新产生另外一个包头 然后再加上这个 这个包的话 这个设备实际上做的所有事情都需要 他的软件来通过 这就意味着这个机器根本就 不能承载不高的流量 你一多他就贵了 是吧 你平时你我们那个 这个个人用户或者企业用户 流量不会特别高啊 你这么走没问题对吧 咱们用软道方式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但是呢 今天在公网上应用这个方法 绝对不可取 效率太低了啊 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解决办法 其实都不是真的解决办法 啊 都要这么做的话呢 太黑了 没法做 散掉 我意思说 其实不是不能做 而是这个办法 其实是不好 流量啊 把软道流量 速几边 vgp234 流量那本 1.1.24 散掉 流量应该被软道0 R这边 流量应该被软道0 我把软道0全部散掉 就是两边现在这块就没有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的办法 咱们昨天也是介绍了一下 实际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哪 在 这样 你二和四之间见vgp这样是不可取 最终为了保证这个圆图没有黑洞啊 你应该 一跳一跳的 就是说你应该R2跟R3 R3跟R4 那你不说有水平分割吗 咱们得想个办法把水平分割打错 就是说你 让他沿途一跳一跳 但是呢 水平分割咱们要把它干掉 好人们干掉了 六条目传不过去 对吧 OK 我们解决翻而这样 首先呢我在R2和R4之间呢 我先把10.3.3.3的邻居 remote as 10.3.3 remoteas 234 是吧 你要跟对方 你要跟对方 lubbac 见邻居 你需要update sauce 使用10.2跟10.3 这样的话在R3上你才能敲 nabel10.2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 nest 小 咱们刚才忘了一次了 不会再忘第2次 啊 对吧 R4这边也是啊 R4BGP234 Nabel10.10.3.3 remoteas 234 update source lubbac next hop 不是 说完了R3这边呢 把零居关系加上 ruterbgp 234 Nabel1 10.4.2 remote 234 update source 5bac 0 10.4 update source 5bac 在耳栅上才把零居关系进行 啊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不做任何配置的话 这个零居关系肯定 起来也没有用 是吧 他路由是能收到 但他两边都不传 等一下邻居啊 等一下10.4 零居起 这么慢 绝对后呢 你耳栅自己的条目是够了 你手上IPP机表 这四条条目就在 对吧问题是 他从R2收的不往R4缠 从R4收的不往R3 两边都是不成 都紧开不成 对吧 这两边都是不成 你看你R4这边没有R 你们过来路由 对吧 水平风格怎么样 啊 解决你办法是这样 第一个办法 啊 我 明确的要求你R3这个设备 给我 传递 IPP路由 这个呢 所以咱们叫做 路由反射器 叫做Root Reflect 嗯 这他命名 好像叫这个 叫路由反射器 实际上这个路由真真心的不叫路由反射器 实际上这个叫路由传递器 根本就不是路由反射 那么它是什么概念 这样 嗯 我们画一张图来说 不用画我就使用应该有个PPD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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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哪去了 对这个啊 转过来说 啊 这个都不看了啊 这个说明的其实不特别好 咱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来看看 嗯 我们这样啊 我们指定某一台设备叫做R R就叫Root Reflect 那么这设备干什么事呢 这样 咱们先考虑一个问题 先要排除一些其他可能性 你比方说 假计咱们这设备不是什么R 没有R概念 那么咱们从R1收到R1收到二维调谋 能不能传R3 传R4 传R5 可以吧 咱们讲过吧 EBGP收来 传给RBGP 没有任何什么 主要分个问题 这个不是咱们考虑的问题 不能考虑 那么从IeBGP收来的 比方从R3说的 能不能传R1啊 也没问题 对吧 因为这是IABGP传来 传给EBGP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R4收来传给R1也没问题 R5收来传给R1也没问题 有问题是什么 从R3收来 传R1是OK 传R4不行 传R5不行 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IABGP 收入条目不传R4 我们现在定义一个原则 原则叫什么呢 R2上指定R3和R4 叫做它的Router Reflect Client 叫做路由反射器的客户 那么相当于我R2自己呢 就是一个路由反射器的Server 那么大家知道 只要你是担当Server的 你肯定要给别人提供服务 那么这个路由反射器 给他的这个客户提供什么服务 提供转发路由的服务 这是他提供的服务 我们再画一台设备 他这个设备画的不多 在这里再加一台R路 就能看到效果 假定咱们R3和R4 是路由反射器的客户端 那么这个路由反射器怎么工作呢 第一条 如果是客户传来的路由条目 比方说R3发给你R的条目 那你想你这个R肯定要给他服务 因为这是你客户 对吧 你的客户给你的路由 你要发给你的所有其他客户 和非客户 这个R5R6不是你R的客户 但是呢 他们在同一个AS内容 也是你的ID专具 从你的客户传的路由 收进来路由条目 要传给所有的客户和非客户 这是你给客户的提供的服务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从非客户这收到一条路由条目 你从R5这收到一条条目 你是不是从一个邻居这收到一条条目 你要给你的客户服务吧 怎么办呢 传给你的所有客户 对吧 那你看我这里面有一个 有谁没传 R6没传 就是你从非客户收到一条目 你会传给所有的客户 你从客户的收到一条目 传给所有的客户和所有的非客户 只要是BGP零就多传 对吧 那么你想想看 咱们就只有谁没传 只有你从非客户收到路由条目 不传另外一个非客户 对吧 非非不传 非客户收到的不传非客户 中间只要有一个客户 客户收到的全客户传非客户 非客户收到的全客户 对吧 这个也很好理解吧 你想如果你是R 但是R5是你的非客户 R6不是你的客户 那么对R5R6来说 我这个设备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普通的IBGP的路由器 那我该不该给你们传出去 给你们传出去 我还总是做水平分割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只有一句话 非非不传 你指定客户了 所以客户之间都互相传 都互相反射 客户的路由条目 也反射给其他的所有非客户 只有一种情况不传 收到非客户的 不传另外一个非客户 当然它是传给其他所有客户 对吧 这个很好理解 这里就要路由反射器 路由反射器就干这个事 就我们这个图来看 你看我们这个图 你想 我们应该在哪做路由反射器比较有用 你比方说 我在R上做路由反射器 我R是个R 然后R3是我的传 这是我的R传 这样做管不管用 你想R1传路由给R EBGP吧 就算R不是R 它是不是也照传R3 你想吧 对吧 那么对于R3来说 R3是不是R2不是R3的客户 对不对 那么R3能不能传给R4 不传 对不对 那R4给你R3发路由 你R3是不是也不传R 因为R3本身不是R server 它只是某一个R23 所以你放这是不是肯定可以 对吧 应该放哪 在什么地方你要打破水平分割 R3这吧 那你R3自己应该是什么 R3自己应该是R 你指R2为你的connect也可以 你说我不愿意 我指R4为我的connect也可以 你说我两个都指 都可以 我只有两个邻居吧 有一个客户 一个就是费客户 那么收到客户的传费客户 收到费客户的传客户 我是不是都传 打破水平分割的地方 你来放R 就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 咱们一般情况下 PR的时候 不会漏哪一台设备 不把它表达 都把它表达 原因其实很简单 我有台路由器 这边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如果我有六台设备 这都是IPT 这边是一个AS 这整个是一个AS 那我问一下 如果我想全法不通的话 我能有几个非客户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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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客户 肯定有一个非客户 因为 非客户来的 常在所有客户 客户来的常在非客户 如果你有两个非客户 他们两个时间 是不是就不同了 所以 你这里面 你能占便宜 你能占几个便宜 你只能占一个便宜 就是说我少配置一台设备 与其这样 你不如别坑自己吧 对吧 只要你是R 你把你的所有 IBI民居 全部支撑 就吃飞吧 对不对 其实不是必须 但是一般的话 你都敢想 我们都这么飞 因为万一你录一个 或者你一不小心 加了台设备上来 你忘了就是 将来麻烦 两个非客户 对吧 录不通了 等你录不通 你来找 麻烦大 还不如问每台设备 写上的东西 对吧 这个叫路由反射器的客户端 那图就有点 那很简单 我来准一准 经理行业很简单 一句话 Rooter BGP234 Neighbor 10.4.2.2 Rooter Reflect Client 让R成为你的Client 这个邻居关系会重启 R3会跟R 之间重新建有邻居关系 说呢 你将来是我的客户 我给你服务 对吧 就是啊 Neighbor 10.4.4 就我们这个图表而言 你这个R4可以不敲 但是咱们为了表示习惯 我们还是敲 R4也敲 OK 敲完了看结果 其实不敲这个 它也是全网通了 敲这个当然全网也能通 去我IPVGP 你看这个 路由调文还是这样 对吧 但是咱们继续继续续续续续续 我看一下 我给10.4.2这个能够传了哪些路由调文 叫什么 叫CYPVNable10.4.2 adaptist 通告路由 OK R2 通告 我怎么给这两条通告 这两条我不应该通过 OK R应该就通过这一条 45.0和5.24 这两条通过 下一条在这我怎么通过 这不是 这不对 这条我写的不对 我看4.4怎么通过 下面两条应该没有 这个版本真不一样 他不应该把这个条目通过出去 5.5.0和5.24通过给2.4干嘛 下一条就是2.4了 你通过去干嘛 不管了 但是你看他全部发出结果 因为这R2的现在有 R2的现在有 5.5.5 对吧 有这个时间时间 对吧 R4这边有什么呢 有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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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有 1.2.0 对吧 这是IPGT 对吧 OK 你说这个条目呢 在那里通过现在两边 对吧 通过这边 R3这个标数不对啊 这个标数 东西有这么多 因为实际上就通过过去 你看他就有两条 他实际上没收 下一条一切 这条根本没收 这个条目我不敢了 意思是R3在这里打破了 水平平哥 把两边条目同样通过 对吧 这时候呢 你R2这边能看到条目 那你R1这边也有条目了 需要IPU的 这种啊 这时候你去PIN 5.5.5.5 SOS 6.1 对吧 或者不加SOS 不加SOS的话 你的SOS 相当于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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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92 192.168.1.1 来通 通往都通了 R5一边也是 R5.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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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SOS 都在KL 不加SOS 都通 就是说这样的话 你全网就互通了 是吧 命令也很简单 加一条命令 让IABGP成为你的路由反射器的图案 OK 好像我解决问题 是吧 这个问题啊 其实 还有一些麻烦的样子 没有讲 首先第一点 我们想让这个IABGP 有水平分担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讲过 因为你在IABGP内部 咱们不可能通过 ASPath的方式来防缓吗 对吧 你原来你EBGP间 就是过一个S 你就留一个S号 过一个S 就留一个S号 等到你发现 我收到 带有自己S号的路由条文 我就去收了 对吧 就开始防止防止 但是IABGP存在一个问题 我在这个区域内部 赚再多钱 我的S Pass也不会涨 因为这个区域就是227 好 水平分担的解决问题 是这个 他把你路由条文一路学 一路学 一路学 最后学回来 学回来 结果R 都有可能选他 做下一条 那就麻烦了 他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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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就发生了 对吧 路由条文一来 你就这么来回转吧 对吧 进来以后 你就来回转吧 对吧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取的 是吧 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 水平分担是用来保护 这个IB产生滑了我 那我现在什么情况 啊 收入由 有时候我不省心 对吧 我这个R4背后 还有台路由条文 还有这么建议 R4也是个R 拿这个设备做传 这个条文是不是 可以传给这个R 这是不是说 我也是R 我也传给R 你看 你条文赚钱 是不是回来了 对吧 你更不要提 这个设备 可能中间 还有些线 那你就 更麻烦 那你这个 怎么防怀 你怎么过去 我把这个条文 防怀 你R3不说 R3不说 这个不说 这个不是麻烦 这个全网就 不通 对吧 你R1说的条文 就往这反 再往这反 再往这反 对吧 OK 那么 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的呢 两个值 一个值 被咱们叫做 always in data ID 一个值 被咱们叫做 cluster ID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R3上的 BPP条目 跟R4上 BPP条目 有什么区别 我们就看这一条 1.1.1.0-2次 这条文有一句话 说什么呢 receive的 from RR 来自于一个 路由反射系的 client 意思是说 R3的路由 来自于谁 来自于我的client 对吧 这个没问题 你看R4不一样 R4会多一点 去RBPP 1.1.1.0-24 你发现多这句 在你的BPP表中 现在多一句话 叫做originator 22.28 class list 10.4 这条文 什么意思 这个叫做产生者 但你不要误会说 这个产生者 是产生这条路由的 始发路由器 不是这个意思 你可能看了 很多材料都这么写 这明显是一个 表述不清楚的 什么是originator 第一个 把你的外部路由 把你的外部路由 通往EVGP路由 引入你的AS的 这么一个边缘路由器 它就是originator originator是什么呢 是R2的BGP的ID originator不需要写 就是你的ID 意思就是 当你R2 从EVGP学套路由 传给AS内部的时候 它会带有一个标记 就叫originatorID 那么实际上 originatorID是不是R2加的呢 其实不是 R3是RR 它是你的client 当它从client 收到一条路由条目 R2就会认为什么呢 这个条目 如果不带任何标记 不带任何R2标记 认为我这个R是第一条R 就是我是紧接着 这个边缘路由器的 所以上面一台设备的 路由器ID 就叫originatorID 意思是说 这条路由条目 从R2返来 到R3这 它有一个OID 22.2.2 有一个什么呢 你说有这个 就叫originatorID吧 除了这里还有一个 R3向R4传的时候 不光加这个东西 它还加了一个叫做clustID clustID叫路由反射阻碍 路由反射阻碍 这个ID呢 如果你不写 它也是BGP的R2ID classID是3.3 我把这两只记一下 clustID 那么R3传给R4的时候呢 加上这个路由器条目 就带有产生者ID 带有classI3.3 那假定R4仍然是个R 那么它会把路由器条目 往R6这边去刷 那么如果R4也是R R3也是R的话 那么R4收到这个路由器条目 是不是带有classID 带有originatorID R4就会把originatorID 继续顺延 但是classID呢 它改一改 它怎么改呢 先写上3.3.3.3 再写上自己 4.4.3 clientID指的是 这条路由器条目 经过了哪些反射器 被反复的 这个叫classID 那么你传到上面来呢 这个设备如果再往R2传 你想不需要什么问题 R2的originatorID 等于你传过来路条目的2.3.3.3 说明什么 说明这条路由器是R2引入的 所以这个条目 肯定不会被R收收 是不是环路就断掉了 反正你说你 你无可能这样你建个ID 这样也没问题 等到你把这个条目全建起来以后了 如果就设备向R3去发现新的话 它的classID带有什么标记 带有3.3.3 传到底下来R3发现classID3.3 已经那反射路没有了 而我自己是3.3 这条路由器条目 是不是经过我反射过路由器了 经过我反射路由我不会再说 再说会浪费 我万一说错了 环路被拆掉了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啊 只要你经过反射 你路由器条目会带有这个东西 哎 这classID10.3.3 我没写R2.3.3 BGP这样给你千万不要在工作时候用啊 因为BGP的ID就要改了 BGP邻居档 这个档不得了啊 你平时你要有几十个邻居供网 有几个邻居 然后断开 然后再起 一天以后了 OK啊 这个要注意这个东西啊 千万注意 我改完你看结果一样 Ordinated ClassID OK 这个呢 所以咱们叫做 实际上是个什么机制啊 实际上是IeBGP的防范机制 IeBGP防范机器本来是水平分割 你不让我水平分割 你把路由器条目 运动了 那我就搞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就是啊 叫classID和R2.3.3 OK 写完这个 咱们再继续 那classID永远是你路由器ID 其实不是 是可以改 你在R3.3上 可以把自己的BGP的classID啊 做一下修改 BGP clusterID 可以直接改一个值 或者改成ABCD 比方你改成3.3 对吧 改成这个 一百点上 可以啊 你BGP的classID是可以修改的 就是你看R4上 那这一点一百点上就行吗 对吧 咱们在R4这边做一下DebugID BGP update 然后呢 你看一下我在R4这边 如果我也把我的classID改成 什么OSPFBGP R4 VBGP234 对吧 BGP classID 你也改成一百点三点三 你看咱们会出的什么错 这他什么错 你看 10.10.3 R 运行在相同的class上 对吧 然后下个一句话 10.10.3收到一条 12.0路由条目 Denying 什么原因Denying Reflect from same class 对吧 这句话什么意思 R4收到一条路由条目 带有classID一百点三点三 而我自己是一百点三点三 我们两个设备具有相同的classID 路由条目是不收的 这个路由条目 你看我是不收的 任意R4条目也不收的 你看 只有R5过来的吧 R2这边常来就没了 R3是一个反射器反射了 R4就不收 对吧 这是classID Low掉BGP的classID 那你们会如果说我R4的rootID是这个值呢 比方说R4的BGProotID是100.3.3 如果你不写classID默认情况下classID由谁来决定呢 我这条目怎么自动被分离两断了 我什么都没干 不管这个啊 你看这个 这条目是不是还是不收啊 对吧 他会认为什么 如果你不写classID classID等于什么 等于rootID 那你对方这条目带有这相同的rootID 你会肯定搞不定 对吧 这是不收的 OK 那你说 那如果我BGP的rootID是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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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那我收不收 等于originatorID收不收 你看一下 是不是也不收 denign的duo to originatorID denign的duo to originatorID originator 他说我自己是这条目产生者 所以我肯定不收 对吧 你看是不是都不收 对吧 BGProotID 4.4.4.4 对吧 BGP classID 44.4.4 这个没问题 所以他们更新肯定收 修IQBGP 你看都已经进来了 对吧 对吧 出进来了 对吧 路由条目重新出进来了 意思就是 你要注意这些条目的值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sueIQBGP1.1.1 是吧 originator class list 这个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条目不能相同啊 你条目不能相同啊 我这个过不去 然后就会有问题 可能会觉得比较奇怪的是 为什么我需要咱们设一个classID 因为我没有classID 不也一样 我们做的ID可以用 有的时候咱们可能有这样的区域 比方说网络中间啊 我这两个设备是我的核心层的路由器 底下有一些这个分析机构 为了保证这个分析机构的网络 都没有任何的这种 这个单点失效的问题 我可能会分别建东西 那么然后呢 这两台设备之间呢 将来也建个ptp 也是IP 对吧 那你知道 那如果这个设备是r 咱们通常警官 是不是把底下所有设备 变成他的client 如果这个设备是r 他把底下设备 也变成他的client 对吧这样就可以 然后反过来也是吧 那如果你是调部从这进来 现在也是 我先交给其他所有人 然后交给这个人 意思就是 你如果是双r的话 这样比较保险 不管你哪条路转了 我将来这个数据都有可能通行 你说我就断这么七八 可以 人们只要一条线 再来都可以活用 那就是怎么走都可以 啊 只要你r就行 但是这张图呢 咱们一般会做一个线 这两个设备啊 在运营商的环节里面 咱们现在没讲到这个问题 当我们讲到这个问题 就觉得它更合理 在运营商的环节里面 路由的通道 和数据通道是分开来的 那么运营商的r 公布工作呢 工作 但是他不传 就是说 他将来可能什么图啊 可能讲了一点 但是 实际上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将来运营商的环节是这样 这个设备是r 这个呢 是我们叫pe 这个呢 我们刚才也叫pe 他将来这个bgp邻居怎么收呢 从这里啊 当然这图可能是这样 这图可能是这样的 接近来接近来 可能是这样接近来 那么他pe什么呢 他将来跟ibgp建邻居 建这个ibg邻居 这边呢将来也是啊 虚线意思是他从中间走 但是呢 他看起来像是这两个是个建议的 ibg 啊 109以后呢 pe的路由传给他 他路由传给他 啊 那么 但是数据怎么走呢 数据不同商量 他数据不会这样 啊 他的数据直接从这里到这里 啊 中间不会跳过啊 换句话说 r上没有他精进的生产流量啊 他用户的流量更不同r 那这个时候就会存在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双r 你为了保证这个路由条目的稳定呢 你可能会在这两个上面 这两个r 断一个我都不在乎 路由条目都能反射 对吧 好问题是 那我这两个r之间 要不要相互传说 第一个我们俩传有没有必要呢 其实没用 因为你路由条目 如果你底下就条目断了 那对吧 你实际上也就是不同 那么 如果你两边r 根本就没有数据流量走的话 这两个设备是不是只负责反射这个 银居啊 反射路由啊 他反射谁的 只要底下设备就行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从这边再学一个 然后再反射下来 没有用 如果你r是个纯粹的r 不做数据流量通道的话 那么这两个r 大家知道 有没有必要相互之间收对方的路由 其实可以不收 啊 这两个r是双r 但是我只为你们传递路由数 啊 根本就不在我数据通道上 那这个时候这两个设备可以干一件事 写相同的 classid 这样我的数据不小一半 对吧 你classid不相同 我这两个人反射一次 我就要多写一个邻居 就要多写这么多条 那如果你classid一致呢 反正我之前说也没用啊 我说了我也不经过你做路由 你说也不会经过我做路由 这种情况classid呢 写成一致 这样的话 你这个两个人条目不相对就不错了 啊 他至少帮你捡那个邻居 帮你少了一下 这是classid的用意啊 就是为什么咱们需要有的时候会把classid一致 你的classid应该保持不一致不就行 对吧 他留一个参数给你实际上是有用的 将来希望你能够继续这东西来做些调整 如果你两边间想相互相互相互收路由 那就 classid你就换成r1 就换成r1 对吧 如果不想 你可以把它写进去 啊 彼此之间不收路由 这是可以的 啊 这个是咱们叫做路由反射器 你看现在还很简单的吧 他的思路其实非常简单 就一件事 本来你不是有肯定分钢啊 对吧 那么如果我拿一个邻居 拿一个 1.0到我的clad的话 在我这手上 对这个邻居而言 就没有这种工作 收听来发 你发给我 我也发 这就叫r1 啊 这个意思 啊 ok 那 你说这个图做起来 你要不要每个设备都敲了 那跟咱们做封卖系有什么区别呢 卖系你还要R2 R4再建个ID 领域吧 现在我说不要了 R2跟R3 R3跟R4 意思就是 如果你有一张很大的网 比方说 有一张比较大的网 假定这个条路穿的比较乱 我就随便画的 我就必须了 画完以后呢 假定这是一台设备 假定这是从外面收EBGP的 对吧 那你这边呢 将来也有一个EBGP 那咱们怎么去做自己的BGP呢 有可能我底下这些设备都不考 啊 如果不考的永运性的话 应该怎么办 这两个设备先EB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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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设备是R 吧 指谁为Client呢 左边右边都可以 比方说我指的这个设备 你指我Client 对吧 如果全部来到我这 我继续往前发EQ 那这设备能不能还继续往前传 后能传了吧 直接分割吧 对吧 怎么办 对吧 我在这个设备上也加 对吧 也加一个 可以拿这个设备作为方案 当然也可以拿这个设备作为 然后 如果条目 学到 往前传 再到这 便是EBGP 这样你看你的条目是不是这样 就可以走了 对吧 那么 这个 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方案呢 用R 来解决比较长的 对吧 你看 我这些设备都没跑BGP 第二天 第二天我也没有要求你这么见邻居吧 要求你这么见邻居吧 不会负卖性邻居吧 只要你数据通过上面的设备都活着 你这样就可以 你这个BGP就没有问题 是吧 因为R帮你反射路由 然后你反射路由条目的结果就是 你每台设备其实都有通往路由 这样的话 你这个 我们这个 路由条目从这个P 从这个EBG过来到这里 再分割一下到这里 再全部到这里 再详细就可以了 就是打破水平分割的工具 不要想那么多 就这个主模和配置 其实很简单 哪里需要它打破水平分割 你就在这里架个R 拿周边的设备作为它的Cline 就可以了 它收路由就往下 这个是路由反射器 中间可能会穿多个设备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有多个R 连续工作 再加拿周围 OK 这是第一种 R的架构方案呢 其实还有很多啊 咱们在比较要紧的网络中 可能会这么做 就将来我可能会有四个核心 这四个是我的这个公司大的核心 外面当然接了很多分支机构的路由器 可能也不是全部都接上 但是相当的设备是互相连在一起的 那么这些跑什么呢 假定中间跑BGP 那这时候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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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设备 是不是都是一个AS 都是一个IBGP 那么他们之间 怎么这个 见邻居呢 见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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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保持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设备 然后呢 我是R 吧 你说client 你说client 这个设备呢 也是R 啊 你说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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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理解吧 这个设备自己呢 也是啊 client 这设备也是啊 client 每一天设备都是R 其他三个能力全是路由器 这样是不是 就是你从任何一条条目时间 绝对不传给他们三个设备 保证人家路由器条不会断 对吧 那你说你选过怎么选呢 我们是不是还有origin 对吧 你两个R就接着 分配接底下这个路由器条目 你们两个间可以有Ib 邻居 但一般情况我会把client ID写的依据 保证 彼此之间不要再多数据通过 啊 这个是呢 是咱们的另外一个部署模型 啊 这个叫做 啊路由反射器 ok 其实咱们有这个工具就解决问题了吧 你要想在Ib上强路由就这么解决 我就行了 不见得复理去做这种别的啊 但是呢我们显然会有 另外的办法啊 这个办法你乍看起来你可能会觉得不好 因为什么呢 这个办法我就画的好像苗鼠 两耳朵 粘土 加个嘴 这好像 ok 啊 啊 这个 那么 除了这个R的方案以外 咱们还有别的方案 你比方说啊 什么时候会水平通过 咱们是不是画个图啊 意思就是 只有当你 一个AS内部有三个 或者三个以上BGP邻居的时候 才会这样 对吧 这IbG IbGP你就有水平通高级了 对吧 那咱们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那如果我把 AS234这个AS 给它划分前更小的AS 好 比方说2和3 画一个AS 这个AS呢 我给它请名字叫64512 或者名字叫64523 然后呢给R4呢 也画一个AS 比方说它的AS号叫AS64544 就是我把234暂时不看 我再变成两个AS 那么这个AS有两台设备 这个AS有一台设备 这时候你看是不是就没有 储平通高问题了 你看啊 R1进R2 EBGP吧 进IbGP也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吧 那么IbGP发给EBGP呢 是不是也可以发 EBGP发给EBGP是不是也可以发 没问题吧 对吧 那反过来呢 EBGP收进来到R4 R4传给另外一个EBGP 没问题吧 EBGP传IbGP也没有问题了 没问题吧 IbGP传EBGP 所以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如果你一个AS内部有多个IbGP 我把你两个两个 一个圈里面最多换两个 把你们圈起来 对吧 圈完的目的最终就是形成 没有水平分割的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如果你一个AS内部 只有两台设备的话 它是永远不会有水平分割的 你看EBGP收进来 IbG就已经跳了 就走了下面就已经跳了 对吧 这个可以咱们叫做 叫BGP的联邦 需要几分钟 我们来讲这个联邦怎么做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联邦 那么联邦的概念呢 实际上我们这样 我们先把这个R2R3 这些设备先给它 先给它砍掉不完 我在二厂直接弄掉我的R2RBGP23 R3也弄 全部都掉 24点也都不要 我都不要 呃开什么呢 假定我R2的BGP就叫64523 我首先是给自己的BGP的S号 起的64523 然后呢给自己加一个BGPID 这个 这倒无所谓 不是可选项 不是BGP相 习惯了 啊 那么呢 照样和1920168.12.1 是建EBG联邻关系 但你要知道这样建联邻关系实际上是有错的吧 因为你看啊 我自己64523 对吧 那么你跟对方建联邻关系 你要发消息过去 但是R1认为你 你的我们的这边的这个S号有多少 234吧 这边我没动啊 你看这边我不改 这边我不改的啊 这边还是234 那你R2 现在自己已经把BGP的S号改进64523 降到021起不来吧 我先不管 BG我先放旁边 你看他肯定会报错 报错 报错呢 S号已出错 Received from Naver 你看设置出错 Peer硬装 对吧 对方告诉我 我这S不对 我不管 我的目的呢 是要跟23之间建BGP Naver 10.10.3.3 remote ns 64523 我跟他是同一个S号 是吧 那么另外呢 update source 不把什么 这人关系 另外你看 是不是还需要敲 nest of self 因为我这边还是EB 将来进来吧 如果将来我跟R1一起邻居了 我是不是还要向R3 可能有什么下一条 还要改用我自己 的话 是不可达的嘛 是吧 R3 怎么办呢 R2跟R3之间呢 将来这个人关系肯定可以起 对吧 好 那我们两个呢将来都属于属于属于的 你发现你R2跟R1这样 零关系肯定可以 就报错啊 那怎么办呢 咱们加一句话 让R2 声称自己是某一个打联邦的小IS 这个命令行叫什么呢 叫BGP Confederation 后面呢叫ID ID BGP Confederation 那么意思就是 那么意思就是 如果有人跟234间拥拥区 R2也是能理解的 R并且把自己的这个AS号呢 就当成是234的对方线 这个相当于是大S 就是我整个是一个大的AS 我大S就叫什么下 也就起了 是吧 那这时候R3那边怎么搭认 R3也属于BGP Confederation ID234 是吧 因为你R2跟R3都属于这个大联邦 是吧 所以这里也有一句话 BGP Confederation OK 那么R4这边呢 也一样 但是我这边呢 是64544 因为我要单独搞一个64544 这个 这个这个S号 是吧 然后地址 然后Maber 192.168.45.5 RemoteS号呢500 零件外也不会起 对吧 但是我加一句话就起了 叫ConfederationID234 可以吧 这样的话 我跟R5的零件外是可以起的 因为我对R5来说 我就是大AS号234 对我内部来说 我是AS号 这可以 你看我等会 这个零件外就起 加几句话 表示我自己是某一个大联邦的一个分析机 或者说一个下属的一个小S号 我们把这个叫大S号 好 OK 一万一可以起 再往下 做什么事呢 Naber10.10.3.3 Remote AS 64523 我是不是打算跟R3 近邻居啊 对吧 64523 那么你要知道肯定要加一句吧 10.10.3.3 UpdateSource 那么加这个是不是就跟R3能起呢 比方说R3要Naber10.10.4 Remote AS64544 然后加一句话 这个Source 这样能不能起呢 这两个S号是不是不一样 两个S号不一样的话 非直连见邻居是不是起不来啊 因为他们之间的这个什么 因为自己跟对方是非直连的话 第一个有直连检查 对吧 而他不发包 第二个 有可能会存在 701-1 所以他们也不发送 他们需要加一句什么 10.4.4 EBGP EBGP多挑 对吧 或者是 像我们这个特例 我可以加 deceable 关闭 对吧 或者是EBGP多挑 都可以 EBGP多挑 对吧 我也不写了 这个叫EBGP多挑 这可以挑 是吧 那么R4这边 当然也要挑几句 否则的话 你跟EBGP怎么建议这样 对吧 3.3 EBGP多挑 你说不想挑 那么还有别的命令吧 咱们介绍我叫什么 叫TTL Security OPS 你也可以写 这样的话 我也是发送数据吧 255 然后检查对方 跟我们跳出距离 这个也用来见能力 这个啰嗦 不写了 写一个就挑 这时候R4跟R3 就应该能见能力吧 但你看 起不来 起不来 那有一个什么错 R3也受到一个错 我觉得RUNS R4也是RUNS 因为这两个S没错 对吧 一个是6523 一个6544 为什么错呢 没错啊 这边则6544 这边则6523 对吧 问题在哪 问题在于R3自己是大S234 R4也是大S234 但是呢 他们俩的小S话是不一样 对吧 这个时候你需要指定一句话 叫BGP 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里面句不多 就两句 一句是指定自己是哪个大S 一个是P 64523 好 你R4如果想跟R3先联居的话 你需要指定R3的P 它的S号就是6523 你看我把这两圈 64523 对吧 那你R3里面呢 也要加一句话 BGP configuration P 6454 你指定你的EBGP 将来的S号 加上这句话 R3跟R4就和弦了 他们就可以把人机关系进去 就是说 首先 位于联邦地的所有路由器 都必须要指定自己是 configuration ID234 他们都就打R3 那么如果你在联邦内有小S 之间相间建屏 就需要再多加一句 P 对方P有多少 你看 BG起来吧 R4起了 这边R4呢 BG管也起了 BGP3起了 是吧 这个被咱们叫做BGPP 起来以后你就 那我用完钱了吧 对吧 因为你看 我们在R2想对R3打了点是不算 对吧 好像在R4这边不要对R3打了 因为什么 EBGP EBGP R4传给R3 是不是正常情况下下一跳 就应该改成R4的路由器和接触地址 对吧 RBGP是不改下一条 EBGP改下一条 但是这里比较特殊 联邦的EBGP 你看结果 R3上 不需要RBGP 有什么原因啊 下一条是45.5 是不是R4给R3 R3传路由 没有改下一条 那你看 R4这边 没改了 虽然是EBGP 还只有这个 联邦内的EBGP 它的本质目的 其实目的不是要 形成EBGP的关系 它在所有属性上 实际上都是RBGP 我们回头会讲BGP选路 讲选路你就会知道 三和四间选路 实际上这个EBGP 是一个假装的EBGP 它的所有属性 其实都是IBGP属性 这个我们回头再讲 意思是什么呢 你在R4上 你那句话也不能少 你还得挑那本 10.3.3 如果你不挑R3 自己留一条目 将来不优 改成这个你看 你可优了吧 下一条可答了 OK 然后条目怎么传啊 R2这边 已经分拨战解决了 你看 5.5过来了 对吧 R4这边 1.1过来了 对吧 这时候全网 PIN 5.5.5.5 4.2 你可以通过联邦来打破 这个联邦使用 这个联邦使用 应该打破的就是这样 两个两个楼梯之间 建这个联邦 然后呢 通过这种方式来 取消这种 可能存在的中间的 这个路由回动问题 你反正只能往前长一跳 那我两个设备间支连键 没问题 是吧 你进来 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呢 给咱们叫做联邦 那么联邦 如果你设备多 比方说 比方说我这公司这个网络里面 有比较多的设备需要建 IPGP 那如果我是这样的 我们画个比较简单的图 不画太符 如果你有六台设备 那我怎么建呢 我可以这样吧 这两个建一个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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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吧 对吧 所以我们通通进来 EBGP 进IEGP有问题 EBGP IPGP没问题 对吧 EBGP 都不会有许多问题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联邦的工作方式 那你 那你说如果这样呢 如果比方说我这样的话呢 就不行了吧 EBGP进来 IBGP全IBGP不通 对吧 然后这是EBGP没问题 对吧 这常常没问题 IPGP不通 对吧 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仅仅使用联邦来做 这个网络中间的这个沟通的话 你面临一个问题 你需要比较多的S号 这个问题 S号你增加了 你刚才三个S号 因为我就一个S号 现在我要额外增加三个S号 对吧 好 那么实际公告中 咱们到底怎么做这东西呢 实际上咱们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同时使用联邦和 路由反射器 我这里面过来 是不是有 准备分析问题 我在这键R 然后呢 你看 路由倒过来 EB就键了吧 然后这边再键个R 这边没有反射键 这样的话你看你大S大 然后两个小S号 就是数了一点 没关系你S号太多了 对吧 那么你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我就不键联邦 可以啊 不键联邦 你看你的R这边打很多 这个是R吧 这个也要是R吧 这也是R吧 这也是R 你就这样你看你才能反射过来 因为有任何设备不是 这里就是空 对吧 就不空 所以你看就大很多R 所以一般咱们会怎么办呢 所以实际上咱们通常情况下 你像我们现在公网163 这个网络 对我们现在上网那个网络 它里面就是联邦 加R 也就是实际上它的网络 就有可能是R 你说我这样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 对吧 只要你不会反水平通断 其实都可以 那么如果有个反水平通断的地方 你加R 对吧 打过水平通断 这是一个综合应用 就是实际上咱们最终的网络 是这么实现 啊 联邦加入个反射器 嗯 那么联邦的配置显然多很多 因为我要改S号 对吧 改完S号呢 还要再重新建邻居 建邻居呢 还要再打很多配置 那么R是简单一点 对吧 R你看我就算这动作设备打R的话 我解决一句话 Client Client 打出去Client就行了 对吧 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联邦呢 因为联邦在某些策略路由 在路由的顾虑上面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地方 啊 将来联邦可以增加一些 咱们对于路由策略的控制 啊 有一些属性 将来是针对联邦来做 啊 因为咱们BGP 讲到底还是想做路由控制 啊 所以呢它复杂一点 是有自己道理 啊 我马上会讲一个策略 叫做Community 叫做团体策略 这个属性 叫Community属性 马上就不讲策略 啊 这个属性 它实际上就是符合这个要求 啊 但有一些策略 将来是针对联邦来做的 啊 联邦可以比较容易的去控制这个条目 啊 他们有一个这种属性用的概念 啊 大S 这个可以 啊 ok 啊 那么另外呢 咱们来看一下联邦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要注意到 像我们这个条目 啊 在R5这 他这个 他这个S pass呢 将来是空 啊 5.5.5.0 他是没有S pass 是吧 传到R4这 他有一个S pass 500 那你没发现R4传R3的时候 他的S pass变成了500 然后加了个小括号 64 64 64是谁的S号 啊 R4的 是吧 但不是大S号 是R4的小S号 对吧 就是联邦内的S 那么然后R3传R2 一直到R2 都排就这个S了 就是6454了 那大家可以猜到R2 等到R2传R1的时候 这个S号 还会不会有6544这个小括号 你看图就知道 应该没有了吧 就是说我这个条目是这样 啊 联邦是这么画你的 对吧 那么你条目过来的时候 到R4上是 500 R4传R3的时候呢 R3上是 64544 500 到R2这也是 小括号 64544 500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传给R1加 应该是什么样的 R1的配置我根本没中吧 R2配置也没中吧 对R1来说这个邻居是谁啊 234吧 我才不管你中间有多少个子联邦 只AS号 对我R1来说 你就是联邦 你就是AS 234 所以换句话说 实际上就是 你在我联邦内部传的时候 你可能会带有这个联邦内的S号 一旦你传出大AS 到达另外一个真正的EBG邻居 是不是应该把那个联邦内的AS号 全部替换掉 换成这个大AS 对吧 应该换掉了 实际上你应该把AS号换掉了 你不能不换 你不换的话 出去R1根本就不知道 谁是64546523这个东西 对吧 他所说起的实际上是你的真正的我的邻居 这个对不对呢 对啊 对于R1和R5来说 他操不操心你中间到底是什么结构 你中间是R也好 是联邦也好 R1上看起来是不是压根动的没动 你R1看不出来东西呢 你看你R1路有条路 R1上来看 QIPBGP5.5.5.0 R24你看 就这个项目 你有没有看到过他曾经经过反射 还是经过ClassEase 还是经过CtrlH 你根本看不懂 EBGP不穿进去 我们中间接到这么久 目的是为了打破R3的水平通知 所以呢 对R1来说 这个我不小心 你怎么传过来到我吧 你到我手上就行 但是你要保证 特朴上 你经过的R3是不能动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中间有小括号 用来区分真正的AS 传出去呢 应该把小括号去 应该传R3 对吧 那我的问题在这 那你为什么要小括号呢 你既然小括号传出都不要了 你为什么在这里要小括号呢 诶 为什么你孩子联邦内部 还要加个小括号来传你的S号 这个 这个你只要把那个 咱们AS pass用手拿来就知道 你比方说 我这个联邦是这样的 然后呢 中间都是互联 这整个 是AS S23s 那你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如果我们从他进来 传给他 可以吧 他传过来可不可以 可以吧 那么传过去可不可以 也可以嘛 然后你传到这也可以 传到这也可以 那是不是他会传回来 传回来会有什么结果 这个如果是 S23 这是34 这是45 这是56 到这个设备上 你就有一大堆小括号 外面是一带 里面是 里面是 23 4 3 4 45 到这 然后你这个S56 就想像S23传过来的题 是不是再有S23 干嘛 还瘦不瘦 这个领域其实是23的嘛 不瘦 IS pass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是用来防缓吧 那你在一个联邦内部 你是不是也要考虑防缓的问题 你不能传回来 那我们讲过了 IPGP 最基本的动作叫做水平分割 目的就是为了防缓 对吧 如果你有RR 咱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class的例子 对吧 那你如果不做RR做联邦呢 就有什么 就有联邦内的S号 是不是 拿这个联邦内S号也就来防缓 这个意思 所以说 IPGP的防缓你也不用担心 他有一套专门的体制 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能看到他有个小括号 用来区分于真正的AS 如果你不打小括号也麻烦 将来你传到R1就平白多了一个S 对吧 你本来S是123 现在呢 一本来S不就应该这样吗 234500对吧 结果你突然堕落645445 6523 这是不行的 你们两个其实都是AS234 对吧 OK 这就是联邦 那常务是这样的 OK 这是我们讲的 联邦的概念 那么 往下继续 那么 我们跑这个联邦 实际上这个目的 也是为了解决我们下面一个 属性权数问题 这个呢 咱们这样 关于那个问题呢 咱们到明天再讲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或者说来讲一讲 什么呢 来讲一讲这个 BGP的一些个 在传递这个路由更新上面的一些细节 有几个问题 比方说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被咱们叫做一些特性吧 小特性 我们讲一讲 一个呢是这样 在我的命令行榜中啊 其实我R3这个BGP 我可以做一些事 比方说我可以create IGBGP 信号 就是我R3 把我自己的所有BGP邻居全部清掉 然后重新建立 对吧 这个呢 你的信号课面可以单独的跟你的邻居地区 比方说你只清R 就可以 但是你清R就把R断掉 然后重新起 对吧 那么你信号呢 就是把所有邻居都断掉 但是咱们也有一些努力 可以干什么 你会发现他 他有的东西叫什么 叫格亚IGBGP SOFT 信号 叫软向 然后什么OUT 是吧 那我的目的是 这些命令还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你不硬清 还有个什么软清 你软清干嘛 啊 你看了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来证明 我为什么需要像这样的命令 啊 就是 为什么会有什么软清啊 现在还有这个啊 还有SOFT的硬 啊 这些东西和什么有关呢 和BGP传路由条目的这种更新啊 就有关系 啊 我们主力的来看 21这边我多加一个Luback接口 比方说Luback 是 我写个例子 比方说是10.10.10.10 255.255.255.0 然后呢 在BGP当中呢 咱们做 呃 BGP 做Network 啊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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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啊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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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做这个 所以将来呢 你R5就能够收到三条了 一条 有一个 有一个 10.10.10.0 对吧 也能过来啊 ok 那这样啊 我们在R1这边呢 想做一个 想做一个策略 什么策略呢 将来我R1发给R2的条目啊 我不希望 他发这个出去 就是说 R1上将来只发两条 下来这不是三条啊 一条 两条 三条 那我不希望他把这条发出去 而其他条目发出去 我应该怎么办 这个在BGP当中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用来做路由的过滤 就是哪些路由条目我发出 或者哪些路由条目我接收 这个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呢 命令行不行 IP 比方说 名字叫做 4 10 啊 commit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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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到 前阶列的 啊 我写一个rootmap 啊 名字叫做R1R2 就是我的名字叫R1R R1向R2发出的结条 啊 deny10 match ip adjust reclist for 什么意思呢 R1向R2更新路由条目的时候呢 match这个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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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做 deny 那么剩下的条目呢 其他条目呢 commit 20 是 放过 是吧 然后我在routerbgp100当中 我可以写个 当我向0g19216812.2 去发路由条目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跟这个rootmap 哦 叫做R1R2 然后跟这个方向去 就是说 当我向邻居119216812.2 发送路由更新的时候呢 发出的时候 不允许 10.10.10.0过去 就是 好 这是我R1做的什么呢 这个叫出向车流 就是我向这个邻居发路由条目的时候 不发 BGP的更新 大家记住 我们反复介绍了一个概念 BGP的更新叫增量更新 拓谱不发生变化 它实际上是不发更新的 如果你在r1这边新加了一个rootmap 并且是out方向 那么r1会过多少秒才能知道你在做了一个BGP 它会过60秒 它平均每60秒会审查一下你这个BGP 我这个策略有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等60秒之后呢 r1就会把这个rootmap给它调用上 这个时间很长啊 非常长 它才会发现 本来我是可以发这条更新的 现在你这个策略里面 禁止了10网站出去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把这个条目给它收回来 这个呢 它会发一个条目叫做vist draw 叫做出回 大家这个工作很慢啊 如果你不做任何事情 你发现要等很久才会看到 这个效果 哎 我怎么其他都没有 做错了吧 写错名字了是吧 r1rfmd20 哎 写错了啊 r1r1out r1r他不存在 这个这个 所有条目都没了 对吧 r1r2r 一个不存在rootmap会干掉所有条目 你发现他等挺久的 他才会出效果 我还在等 因为 等他发现 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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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ús 所以说r1会每隔60秒来挡溜一下我这个策略 看看拿一条目 该通过 哪一条目不该通过 不开通过的我就 因为出张欠回 能通过的我就通过出去 对吧 好了问题这是out out还好办 哪怕你等一会吧 它就搞定 还没搞定 没搞定咱们有个简单办法 怎么办呢 如果你现在等不了 你 papel 握一下click typing 新型号 soft 好 这个soft out是什么意思 不断邻居 但是呢 我会按照你这个策略 把你这个路由条目啊 给它重新发一起 就是说我这个路由条目 将来我这个 向这个内部发数据啊 我重新再发一次 按什么策略来发呢 按你准硬好策略来发 就是你看你R上 立刻条目就来了吧 但是十网段不是 对不对 十网段被你促销了 对吧 好 这就是soft的一个用法 就是什么叫soft呢 不断TCP邻居 我仅仅是把这个条目怎么办呢 按照你的出向策略 再给你重新发送一次 这样的话立刻就生效了 对吧 这速度比较快 OK 这个还比较好理解 我弄掉 弄掉我再做一次这个 那这是所有条目 是不是都来了 你看你R上去 因为你立刻生效了 好 这个是做出向策略 你要记考 那如果我R上突然想起来 说我现在不是R1在动 而是我R2想动 我怎么办呢 我也写一个ITprefiliate for10 承议它10点10点10点0 -2 我也写了一个Map 叫做R1R2 因为我站在这边是意想 对吧 我也先deny10 去match我的IT address prefiliate list for10 OK 然后剩下的呢 其他条目呢 同意的二次 放行 好 我也写了Match 好 那时候Router BGP 二三次 不是 我是64523 我在里面做Neighbor 应该怎么做 6292168 12.1吧 然后是不是跟一个RootMap 名字叫做R1R2 B 然后印上一下 OK 我就那一句话 如果你写这条命令 在R2上 如果咱们从现在开始 不做任何操作 什么时候 咱们看不到这条路 我现在一直看到 我这个录像策略 什么时候生效 一辈子都不会生效 如果你调不稳定 BGP怎么更新 R1增量更新 发送过一次消息 他发了一个update过来 里面包含了三条路由 一条1.0 一条10.0 一条192 他更新完了以后 你是不是给他回了个S10 表示你收到他的更新了 因为他TCP更新了 OK 发完了 发完了就结束了 R1上如果没有其他 任何新增条目 也没有任何缩减条目 R1的策略 如果没有任何变化 特朴也没有任何变化的话 R1现在像不像R发更新 永远都会 如果你R1不像R发更新 那么你在R2上做的 入相策略 什么时候生效呢 永远也不成功 因为他已经发过一次了吧 发过一次是不是在 你必须让人已经有了 如果你做入相策略 你发现 我这白做 做完一点没有 因为什么呢 R1曾经发送过一次更新 而如果你不做任何动作的话 R1不会再发第二次更新 如果R1不发第二次更新 你R2做的入相策略 就不能阻止任何东西 因为这个入相策略 什么时候才能生效呢 接收路由条目的时候才能生效 比方说 如果有一次R1突然然新发现 R1突然发这一次 R2上这个策略才会生效 它会把那个10.0挡在外面 BGP的更新叫增量更新 非常重要 它不是周期更新 你比方说我要做Rip 一点不担心 过一段时间你给我再发一次 我立刻就发电 对吧 BGP这个协议 出相还好 反正每个月段时间它会做一次 录像策略 如果你做了修改 它不会再动了 永远不会 那你想咱们应该怎么办 要不然 你在R2上面做一下 CLEAR IPGP新方 要全断掉 断掉之后 我重新点击这样 但这样比较危险 这样R2比较大 那咱们明白 你可以在R1里面做这个吧 CLEAR IPGP 这个名字好像写的不全 看不清 叫CLEAR IPGP192.168 你可以直接写某一个地址 对吧 分别跟什么的 Soft的 就是你给这个192.168 12.2再重新再发一次 你看我们招把看一下 你如果不写的话 你就发现你没戏了 你永远不发消息了 你写完才会发 你写的话 这个录像策略永远不成熟 那永远在这 因为它没动静 触发不了 它就干件事 它只有发出的时候 才会动 所以没办法 就乱动 OK 你看他们做一次 比方在R1里面做一次 什么效果 如果你发一个out方向 它会主动干一件事 12.1向12.2发一个BGP 他会把这录像策略 发过去 你看 这录像策略在这 他发的10.10 192.181.0 三条录像策略 三条录像策略发过去 他会把三条发过去 那发过去 你R2怎么办 是不是有一条 录像策略在等于 等着它 对不对 这条录像策略会干掉 那个10.0 你看 现在策略才生效了 好 意思就是 如果你在BGP上 做录像策略 假定你的网络稳定了 那 它永远不会删除 直到你对面这个设备 它来做一次更新 至于怎么做更新 都有可能 比方做不一样 来做这个更新 或者你手工的 做一次softout 也有用 对吧 也可以清掉 这个呢 是咱们的做法 那 另外一个问题 比方现在我R 想恢复了 R说 我不想过滤这个时光 那 我弄掉这条 那生不生效呢 R1都不会再发了 你R2永远不会输到 也是一个概念 对吧 你是不打算执行这个策略 对吧 是打算把10.10放进 问题是 R1不会再莫名其妙的 发第二次更新 如果R1不发更新 你R2永远收不到 你永远不生效 对吧 好换句话说 你还得在R1上做这个 设法 好 那我另外一个问题 BGP这个随意 通常情况下 不是所有路由器都给一家管 比方说这是一家 R1是一个SP R2是另外一个SP 很有可能R2做完这个策略以后 它没有办法去通知R1 说你帮我做这个 因为这个设备不给我管 BGP啊 每一个AS都是各租的管 对吧 很有可能你直接在R2上 你可以管辖权权 你只对R2能有管辖权 你对R1没有任何策略 可以做 你也不能通知R1 R1上做不了这个 那怎么办 你在R2上 我删掉它录一条目 现在我想恢复了 但是呢 我又不能动R1 那怎么办呢 你说 我就硬轻呗 硬轻可以 硬轻可以 断掉邻居旺的邻居旺 再开始 当然这动作咱们一般情况 还不会做 就算断一个邻居 我都不愿意做 这邻居旺进来几十万条路 以后你想你重复二十 对吧 所以一般咱们不会这么做 那怎么办呢 早期BGP有一个早期办法 现在新的BGP 有另外一个办法 你看 叫什么 叫ClearIPBGP 它那一条有意思 叫什么呢 叫做192 原来新话也新啊 打新话表示 N所有的邻居 调什么呢 调SoftE 你诈看这命令 你觉得这个命令 完全不能理解 为什么不能理解 它叫ClearIPBG SoftE 叫做录像软性 叫录像软性 你想你R做录像软性 有什么用 你R是要等R1 给你发更新的 你R1不发更新 你在R自己身上 怎么折腾变 你做这个SoftE 有什么用 按说应该一点也没有 对吧 你做完一段 你敲完这个 你敲完了 你只要不通知R1 那么你R2 永远是不会收到 比较适合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有没有效果呢 新版的BGP 就12.4之后的版本 12.3这个版本都有 有一个效果 你看能不能生效呢 这个就没生效了 因为我清完以后 我收到5个 就和你在R1上做out的方向一个效果 对吧 那为什么这个录像软性也能送效呢 看下包就知道了 BGP设计了一个新的包 叫做router refresh 196812.2 像196812.1 如果你做一个SoftE 它会干什么事情呢 它真的会发出一个包 这个包叫做路由刷新包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天讲课的 讲两个BGP的UI建立BG的时候 他们需要协商一个能力 叫做路由刷新能力 这就是干净事 他要知道对方能不能接收这种消息 叫router refresh 干嘛呀 这个包就是一个通缉消息 告诉你IPVS Unicas 你帮我做一次刷新 这个包实际上是发给先生的 发给他的R1邻居的 那么R1收到这个包 R1就懂了 我的邻居要我发一次更新 我怎么办 对不对 对吧 按你话说 这个消息仅仅像一个开关一样 对吧 那下面有什么呢 R2给R1打个招呼 所谓SoftE 不是对我自己做录像 而是我发一个更新包 发一个不是更新包 发一个刷新消息 刷新请求到R1这 R1收到刷新请求 会给你发所有的路由更新 那么你收到路由更新的时候 再按照你的录像策略 如果有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 就再收一次更新 这样是不是说定了 对吧 这个被咱们叫做ClearIPGP SoftE Alt SoftEout是好理解 对吧 就是我写的一条更新 或者对方写的更新 我想发新下策略 我就发出一听 对吧 SoftEout就是直接update 这个很好理解 就直接发update 那么SoftEout是什么呢 SoftEout是向对方的邻居发一条路由刷新请求 希望对方给我发明信 这个叫SoftEout 就是两条命令 一下SoftEout ok 如果我这个邻居有90万条路由 假训 没那么多 50万条路由 那么你发这张命令 对方会给你发多少路由 他会把所有的都发给你 因为实际上软性更新 和这个ClearIPTP信号差别在哪 不需要重新建立TCP的邻居关系 就是邻居关系不当 但是所有更新标准 那有的时候你先安排 如果我就是这个一个小公司 对面是一个营运商 那我没事就发一下这个 没事就发一下这个 那这个营运商的反应比较特大 我这个设计 每个月在新加密集发很多路由 这个设计也不太好 这个设计也不太好 所以 所以早期在设计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SoftEout 你ClearIPTP信号的应用 没什么用 因为什么呢 他不敢去随便去刷新 对面R1呢 可能早期的版本 直接小几句话 不敢用 他没成效 因为什么呢 他不允许你受刷新 他应包太多太大 不好用 那么这条命令怎么用呢 有个例子 比方这样 我在R2的PTP表里面 我先加一句话 64523 我加一句什么呢 我加一句这个 叫Neighbor 10.10.192.168.12.1 后面跟一条命令叫Soft Reconfiguration 我加这句 加了这句话 就是我在R2先挑一句话 叫Neighbor 118.12.1 Soft Reconfiguration 通报 你做SOP的印是不是立刻就要 让对方刷新一次 是不是让R1再发一个真心 在没有敲这条命令之前 是不是你会做一次reflash OK 你看我现在 如果你敲这条命令 你再做下去 你看咱们有没有刷新 你没发现你没刷新 就是说一旦你敲这条命令以后 这个R2好像 你改了策略 R2好像不去触发R1去发刷新 但是效果有没有呢 哎 效果出了吧 我把什么条命干掉了 收藏卖没了 对吧 那我再把这条命令删掉 然后呢 我触不触发这条命令发更新呢 ClearFGP 新号 Soft 对吧 我发不发更新呢 我也不发 挺好吧 对吧 效果有没有呢 不修IPPGP 哎 也有 大家觉得这样是不是很好 我加了一句话 加了一句话叫什么呢 叫做 入项的软性 屏心 那么这句话加完以后 你再去做Clear ClearFGPGP ClearFGP 它就不去骚扰R1 但我的问题就来了 你不骚扰R1 你怎么会实现这个效果 R1没法更新 那你怎么实现这个效果呢 你怎么又实现还原效果呢 再做一遍 我把加上 加上以后呢 ClearFGPGP 新号 到刻印 对吧 然后再去运转 你看 没了吧 这点也没了 但是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不是真没有 ClearFGPGP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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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到R2 在这个总表里面 是不是看不见这个条目 但你来秀一下 单独的明信 在不在 在吧 对吧 这个条目 有一个 这里面有个标记 叫做 No Not Advice To Any 然后呢 这里有一条标记 叫 Received 你再看 跟它相同的条目 1.1.1.0到R2 它是通告给别人 然后呢 Received And U 我叫什么 我叫 Received On OK 大家可以猜到 我需要这个 入项软性 重新 TG 有什么用的吧 你 你需要了这条命令 你是不是想把某些条目 过滤掉 你的过滤方法 你不是真的把它 从数据库里面 干掉 而是从数据库里面 给它挪到另外一个位置上 挪在某一个缓程里面 给它装进 能理解吧 给它加个标记 叫ReceivedOn 这样的话 这个条目就不出现在 你的PT表里面 但是实际上 这个条目还是在的 只是它不生效 而且 是不是不表示出来 就是它不显示 而且不用 你不能用 它没有白色盘 不能用 因为上面有些录路 说明什么呢 录像策略 也其实拒绝了 这时候你录像策略 这时候你录像策略 没有啊 录像策略 肯定不会有 十点十点往南肯定不在 对不对 那么意思是说 这个条目是被你路上次来过滤了 但是在不在我数据库里面放的呢 再放你 我找另外一个地方 把你放下去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但能猜到 等到哪一天 你突然想起来了 你想把这个流量给它弄好了 你想说 我想把这个十点希望能 给我放进 我的路由当里面 这时候你就不要那些骚扰别人了 因为实际上 你手上有没有这个条目 你手上有这个条目 只是这个条目有一个什么标记啊 有一个receive only标记嘛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做完这个 你再亲一次 你看 它只要在那个库里面 把receive only标记 给它去掉 给它换进场的 这条路就出来了 对吧 这个就是这条命令证说的 什么叫录像软型重新配置啊 你的录像策略干掉一条路由调放 我并不是真把它干掉 我找另外一个地方 我再放 等到你哪一次说 我想还原回答的时候 那我怎么办呢 我从那库里面挖上来 这个时候我就 不要再去发refresh 意思是说 你R1给我发到所有路由 我R2上都是 但是我R2来 它来决定哪些路由调目不放在B2表里 哪些路由放在B2表里 哪些路由放在B2表里 这个叫入项的软型重新配置 这个命令好像一般情况都要跳 因为它可以极大的减轻 你这边做策略 对于你R1的影响 因为你每次做一次软 soft的影响 这边R1就要把决定全部给你发一个 你就要发R2 refresh 这R1不干 对吧 我天天给你整死了 你做一条路由调的话我就发一个 对吧 这就不好 那么对于印刷来说 它希望做 你对面的设备 你如果知道这句话 我不管你要不要我的路由 但是呢 你不要没事干CLEAR IPG RESOFT 我就必须给你发路由 这我去 对吧 怎么办呢 你做个软件 做个软件红红飞飞 那这个飞机有什么缺点 假设我有10万条路由数据 我只要1万条 本来我的数据库里面 是不是只要有1万条那条 现在我需要多少 现在我需要10万条那条 我不管你R1条 要不要 我都放在板上里面发 对不对 画个图来说一下 就好比是这样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Soft recontribution 假设你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的情况下 你的BGP的数据库 这个是你R2的BGP数据库 这个是你R1的 那你R1发进来条目 比方说发三条 对吧 有一条被干掉了 有一条被干掉了 那意思是你R2里面只有几条 只有两条里面三条 这是没有Soft的recontribution 那如果有呢 如果你在BGP领域表里面写了 Rootrecontribution 它实际上概念是什么 实际上概念是 我这边发三条 到你R2叫 你R2是不是也收三条 但是他把三条分一下 这个条目加一个标记 就要receive 然后呢 不提交路表不生效 这两条呢 经常生效 这就要你配了Soft recontribution英镑的效果 那你想这么做的目的 是什么 只要你R1发 什么条目我实际上都有了 只是有一条目我看不见 对吧 那你想改色列 你想把这条目放进来 你是不是 你想这种情况 如果你干掉以后 如果我想重新收这条路 一条目 我是不要向这边发一次refresh 然后对方给我同时更新 再把条目更新一次 我再收三条 像我这个就没事了吧 我所谓的Soft的硬是干什么事 直接把这个无声功力取掉 把全部还原回来 我就出来了 意思就是 其实不管我这个策略做的 我这个录像策略做的 到底是什么 到底顶上眼前录一条目 实际上这条目 我全部出现了 我只是不表现在正常的BTP表 对不对 直到你做策略说 我干掉 所以这个Soft的 维长运营帽的目的使用 为了减轻这个耳鱼的负担 你不要没事给我 像这样 断交以后 你就没路由了 你就真把它忘了 你忘了以后 你下次找我要 你还在 再发一次这个 不然去消息 我让它给你更新 像这样 我就不要更新了 我这是个特殊条目 对吧 不让你看见 等到你下次 想让这种条目进来的时候 你不要让耳鱼再发 因为你手上有 你只要把这条目给它 给它清掉就进来了 对吧 这样的话 对于R1的影响就不行 所以这个对咱们叫做Soft的日常运营帽 敲了这条命令以后 你去敲 ClearIPBGP ClearIPBGP 新号Soft的印 你就不再去发 R2-R1 你就不再去骚扰R1了 对吧 你只要它去 根本找到把它挖出来 把它放出来 所以这条命令是有用的 即使是之前也有用的 咱们更早的版本 实际上Soft的印 就是Soft的印这些命令 根本就 你如果不搭配 GT命令的话 Soft的印不生效 它根本就没有什么R2-R1能力 新版本才有更新 就是R1-R1 明天端定例的话 你这个侧的也白做 一点又没有 对吧 这个叫 路上人性配置 关于这个清BGP的 你发现BGP 总在纠结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因为它条目太大了 不是说你想清就清 你随便清一下 你哪个路的条目 你清一下 简单对吧 ClearIPBGP 就这样你好多公司 也都不让你清吧 到今天也不让你清吧 它就也是 BGP条目太大了 不可以随便的去做清楚 所以它有一些 非常仔细的命令 可以来完整接用 这个 对咱们叫做 Soft Clear IPBG的方式 OK 这个时间咱们讲完 另外 还有个问题 暂定我们是这样 大家知道 我路由器将来 如果是个R2 那么我是路由反射器 整个将来这个网络中间 有很多 这个 路由器 都是BGP 他们外面都是EBGP 都是EBGP邻居 那么跟我在R呢 都建了这个IBGP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R上面有 12345678 8个邻居吧 对吧 这8个邻居 我RR上面敲的命令 好像是不是都基本上一样 句句话是Neighbor 比方说 x.x.x 后面变什么 remoteis 对吧 因为IbGP is肯定一样 对吧 第二句话 我这个邻居关系 肯定是和 update source 路由器肯定建立的吧 因为我 必须要和这个 通过路由器来建立这个IbGP 关系 第二句话就是这个 对吧 第三句话 Neighbor 是不是肯定要敲一句话 route reflect client 必须要敲这个吧 对吧 这个是一句话 这三句话 就起码吧 如果你有一些过滤的话 你可能还有一条neighbor 什么的 然后有一个什么 gstribute list 或者是reflex list 或者是rootmap 你肯定要再加一句话 就算不加一句 就算不加一句 那么你的RR上 对于这个名字 你要敲几句呢 一个邻居要敲一句话 那你有八个邻居 就是多少条命令 这就是24条吧 因为底下还有第二个neighbor 对吧 x.x x.2 这点1 这条又是一个邻居 这个你一共要写多少条neighbor 你要写24条 因为你有八个邻居 这八个邻居呢 每个邻居要写三条 命令行是不是很长啊 而且 这些命令行当中 123 这三句话实际上 除了邻居币就不一样 其他是不是都一样 好 这时候咱们搞一下 什么命令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看起来是简化命令的方式 叫peer glue bgp叫peer glue 你看我这个啊 你看我叫r3 现在是不是有两个邻居啊 对吧 我这命令行当然不多了 对吧 每个上面两句话 这还不能敲 这两个起不来 这两个不是r 呃 是联邦 我敲不了 哎呀 不知道换换r吧 这也也不复杂吧 换点啊 能复杂bgt 64523 b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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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bgt id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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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那边192.168.1 2.1 0.1 0.4234 啊 那边10.10.3.3 0.6234 wt bgt 2.2.1.2.0 来什么测试哦 对吧 那边 那边 multor bgt 64523 multor b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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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8.2.2.6234 dgt 3.168.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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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4.3A++3.1.62.2.4.4.4. rv black的fline 对吧 然后这个 先加点2也要加一句话 rv black的fline 这叫r 那然后24 mrvgp6574 vgp 上课 vgpid 分线1.4 mrv 6268.4.5 mrmf 100 10.3.3 mrmf 234 ok 我把它换一圈 红练帽换一圈r 你看下23推置就行 你看下23是不是 两个邻居没计划 这样咱们可以干什么事 在推进 rvgp234 node.neighbor 10.3.3.3 2.2 4 4 我写下什么秘密 我写的这个 neighbor rvgp 咱这就是rvgp 后面跟一个关键字叫pfl 我先定义一个名字叫做rvgp的pfl rvgp 然后呢 naighbor什么呢 rvgp remote asrvgp update sauce rv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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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对于我最定义的这个名字 做一下 然后怎么办呢 10.10.2.2 属于peergroup i.bp 10.10.4.4 属于peergroup i.bp 你有八个邻居 我上面这个命令环是不用再加了 在底下写八行不行 八行加三行 十一行 你写二十四行要好呗 你写二十四行就超死了 你看我这个命令环是可以的 可以用 意思就是 什么叫peergroup 实际上是一个名字 这个叫做对等体naver peer就是naver 对吧 对等体的子 对等体的子 什么概念呢 将来我把相同的这些策略的这些 先放在一起 他们名字叫i.bp 那么然后呢 你有一个邻居将来属于这个组 相当于他执行这个策略 有一个组是因为这个组 你看一样一样 效果是一样的没区别 用你r5上 ping1.1.1.1 1.1 还能不通啊 小米来 人家 没多少啊 不通啊 哎 你哪行 哎 我是不是做了啥策略 哎 哎 1.1 怎么不在啊 哎 昨天出错了 你出错命令了 啊 100 写错了r1的那个 s号 r34 r1是100 ebgp 基本在啊 再等一下 等一下 我必须一起 看不起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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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版本bug ok 啊 这个实际上都可以啊 意思就是实际上 我用这个方式 你看 我在r3命令好像比较少 啊 如果当然了你0句少 我这样好像不懂事 是吧 我写了几句啊 123456 好像跟我那个写法正好一模一样 我正好那个是一条命令三句 对吧 也有等句 也有很多话 ok 这呢被咱们叫做p group 这p group啊 看起来好像讲话诚剧的一样 但是实际上它的目的不在于解化 PIR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看起来好像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化 这个配置 让这个配置变得少一点 这个是它的一个作用 但不是主要作用 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BGP有一个特点 比方先前我R3 我R3自己的手上 有一个自己的BGP的数据库 这个呢 叫做英镑的数据库 就是我有个录像数据库 假定我有一个邻居 两个邻居三个邻居 这三个邻居我不管是EBGP还是ICT 反正将来通过我的路由侧来的 我都放在这个英镑的数据库里 这第一个是我自己的数据库 就别人发给我的 那么除了别人发给我的路由 是不是我还要给别人发路由 那比方说我给R2发路由 我就有一个 10.10.2.2的 outbound的数据库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 192.168.12.1的 outbound的数据库 能理解我这什么意思吧 就是 我R2的这个数据库 实际上分离两部分 一部分是英镑的方向 就是我实际来的路由 就发现一个库里面 再来提交路由表 那么满足我策略的这些条目 我要通过数据库 通过数据库是一个peer 我这么说大家就能明白 这个时候 你R3上如果有两个邻居 你是不是要安排两个 一个是2R2的 一个是2R4的 两个数据库 尽管两个内容一样 是不是两份 那么如果你有peer group呢 它是一个peer group 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节约你的内存 如果你有8个邻居 你8个邻居 本来你要8个peer的话 你就要建8个数据库 你要在这数据库很不小 里面一个是20万条路由 你就就要20万乘8 那如果你是一个peer group呢 它只要保存 20万条一个就行 所以peer group的最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节省在你的路由器上面的内存开销 它不是一个peer放一个group 而是一个peer group放一个group 这样的话会小很多很多 这一点是BGP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说你BGP人 为什么做peer group是相机工作 好紧跟着就有一件事情 做了peer group 如果你想做 比方说10点10点 当然你可以写这个 比方说你耳朵可以写 iBGP 不写iBGP的 10点10点2点2 你想做一个regelmap 比方说 比方说 比方写一个regel1 你想给10点10点4点4 做一个regelmap 我刚才没写regelmap了 DF1 这个都给你写 比方写 因为什么呢 每一个邻居给你发进来的数据库 就是你接收数据库 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数据库 一冒了 所以 你写物项策略 对于你peer group的任何一个成员 可以单独写 而且可以不一样 但是你能不能对某一个单独成员做 google m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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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不可以 invalid command 他能理解 为什么不能做 因为你每一个peer group 实际上有几个 奥帮的库 奥帮的库 其实 你想对这个邻居 做一些奥帮的库 对这个邻居做一些奥帮的库 你就不能对peer group 做 你就不能把这peer group peer group 你当你像这个peer group做策略 可以 你比方说 你不对实际实际2做 你对这个做 可以 保险没问题 他不能给你做 这是可以做 就是说你要做实际策略 你对整个peer group 你不能对peer group 任何一个单独的邻居做 因为实际上它保存的是一个库 为了结缘内层开枪 它保存一个库 保存一个库 意味着你不能对这个库里面的任何一个单独邻居 你再做一次策略 它就分开了 但是这个不行 所以peer group 不要注意 可以入相做策略 单独做 还是出相 是不行的 出相你要做自己做 你不可以对某一个单独的 属于某一个peer group 的邻居 单独做出相策略 还是不允许的 原因 为什么要说这么多 你发现我也碰不到你 不然你讲了啥 但是这样的话 你命运行伙计 你不要到时候 我都一问你 说这个peer group 可不可以做微相策略 可以做 可不可以单独做 不可以单独做 原因是什么 互收一的 所以它不能单独做 行 咱们先到这 明天咱们继续讲 BGP的词词 明天不行 明天就四了 明天就五了 下周一了 大家就咱们继续 BGP 下周一了 下周一了